对不对啊 所以呢 它宣传的果报不一样了嘛 所以你就说 奇怪 怎么没有这个因果呢 惠公法这不是讲吗 捐一块马币 捐一块马币 得一百万美金的果报啊 怎么没有呢 因为它有其他的夜报 混在在里面的嘛 所以没有这个果报显现嘛 这因果还是符合的啊 所以我们很多的世间人 就是这样子的 很多复杂的因果 最后算盘打一下 总结账一下嘛 对不对 负债的 还有呢 这个赚的 亏损的 跟这个盈余的 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 最后你的结果就是多少嘛 对不对啊 其实 这个果报 就像算账一样的嘛 亏损亏损之间 把它平衡一下 就知道最后你得多少结果嘛 一样啊 所以一个人 天天赚钱 天天赚钱 他当时变成财富嘛 对不对啊 一个人天天赔钱 天天赔钱 天天吃喝完了 天天花钱 那就穷了嘛 对不对 像有的人家 常常做善事 常常做善事 他就符合越来越大嘛 有的人常常干外事 他就越来越堕落嘛 一样道理嘛 一样 其实这个英国法则 其实这个英国法则很简单 加加减减 听懂了吗 加加减减 就是英国法则 好 我们来看下面 所有一些众生 做善恶业 亦服如是 比比业因 差别有益 比比果报 所得非益 假使 经于百节中呢 以英国法 决定无事 这个英国法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说比比业因呢 差别有益 有没有啊 你的业因有差别 所以果报 所得非益 看到没有啊 所以业因有差别以后 果报就会变 可是业因跟果报之间啊 它会有一些不同啊 可是英国法决定不会消失 所以呢 我说加加减减啊 你有善法 你有恶法 两个加减一下 这个英国不失嘛 道理一样嘛 假使 经百节 不坏 诸业因啊 因缘和合 是 友情 谁受果 最后我们一定会受果报的 我们 在这一章的一开始 我们提出了这个 三种灭罪的这个因缘 转变业源 还有吹破业果 还有就是观法无声啊 其实呢 我早上也讲过了 就是 在这个做法 忏 取向忏 跟无声忏啊 这三个忏法 跟这三种灭罪的因缘 其实呢 他们有共通处 在业源的转变当中啊 其实它也是一种 业果的吹破 也是一种无声的一种观察 那么这三种 就是业源的转变 业果的吹破 跟无声的 这个 这个 业体 不真实的这个观察呢 这三个之间 其实是 可以在 同时在一个法上面出现 怎么讲呢 也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说灭罪的 一种方便啊 不管是业源的转变 不管是业果的吹破 或者是 业体的不成立 业体的空性的 其实 业 还在那个地方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三种的差别呢 重点就在于 我们 智者 生者 见生 浅者 见浅 如果智慧浅的人呢 他在 他在处理业报的时候呢 他就只能转变这个业源 这个业呢 还在那个地方 只是 把这个业呢 转 分歧副管 或者转得轻受 那么 再有智慧的人 他把这个业力吹破 更深的智慧的人 他能彻底地观察到 业的不真实性 所以呢 我们 我们就是要 了解这样子的道理以后呢 我们用我们的 因缘 和和的力量 因为很多人 他的因缘不一样 他的智慧 他所面临的环境 各种条件不一样呢 所以他可以随他自己的因缘呢 来使得这个业力的调整呢 顺着这三种方法呢 开展 哪一种方法适合 哪一种方法对他有条件 他就可以顺着这个 业源的转移 业果的吹破 或是业体的无生的呢 去把它开展出来 那么当然 我们说 我们希望 能够彻底地把业的这个本质 把它消除掉 就是观法的无生 我们前面讲说 这三条 这三条啊 业源的 转变 业果的吹破 跟观法的无生呢 这三种业力的 转变 吹破之间 其实它都符合 这个英国的法则 都符合英国的法则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石头 它不沉入水底 因为它 有了一个 木船的一个 因缘的改变 对不对 所以因缘如果 去除掉的话 这个石头 它仍然会落下去 我们说这个盐巴 盐巴 它不苦 因为什么 因为它在大海水里面 大湖水里面 大河水里面 所以它不苦 对不对 它的业源变了 它的英国法则变了 所以它仍然是符合英国法则的 这个业力 我们并没有否定 这个石头 它的入水 沉下去 这个业的力量 我们没有否定它 那么我们去说 对质而言的话 我们举了几个例子 像致病 像灯 破这个案 如果没有灯的话 案永远的存在 如果没有药的话 这个病呢 就不会好 所以呢 病好了 案除掉了 是因为 它有了一个 新的 因果的加入 所以使得 原有的因果呢 它变了不同的形貌 所以它仍然是符合 因果法则的 那么最后 我们想说 观法无生的话呢 我们说 不管是 从观察 这个 如幻化 还是观察 如因缘生 还是观察 如心性的 这个无生 无心 心无主的立场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正确的自见 一定要有一个 智慧的力量 加进去以后 那么 这个 业的 执着 才会 放掉 那么 智慧的 力量 加进去了 那么 这种 业的 虚妄的 执着 才放掉呢 这就是一个 新的 因果的出现呢 所以我们 执着有一个恶业 我们就受报 因为你执着 有一个鬼 所以你在梦中 你就很苦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梦 不醒 你这个执着 一直抓在那边 你在梦中就一直的 哗哗叫 对不对 你就被鬼一直抓着 不放 当你的这个 梦的执着 放掉以后 你醒了以后 就没有鬼了 你就不再受 恐惧的 干扰了 道理一样嘛 所以呢 你这个智慧的 力量 智慧的力量 因果放进去以后 所以使得你的 虚妄的 执着 放掉了 这是因果的 转变 所以呢 无声的观察 它也符合 因果的法则 那么 所以呢 就是我们说 我们举的 这几条 所有的道理 我们还是 服从一个原则 如是因 生如是果 如是果 从如是因 这个铁则 我们 没有违背 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 这个百丈 禅师呢 跟这个 野狐狸的故事 百丈禅师 像我们这样 他常常说法 常常说法 就有一个老头子呢 每次都站在后面听 人家都走了 他最后一个走 这百丈禅师 有一天就觉得 心里也才说 觉得这个人很怪 就把他留下来 就问他 有什么事情 这个老先生就跟他讲 他说 我不是真正的人 我是一个狐狸精 在后山里面呢 修行五百事 做狐狸精 他说啊 为什么会剁狐狸呢 我以前也是个出家人 就是前世 我也是做一个长老 人家问我一个说 大修行人 就是一个开悟修行人 他还背部 落不落英国 就是他还受不受 因果法则的局限 我说不受 我说不落英国 就是说 一个修行者 一个开悟人呢 他不再受 因果法则的局限了 他可以胡乱作为了 他杀人了 不受报 意思就是 不落英国嘛 就杀人不受报了嘛 对不对 他说 我说不落英国 所以呢 讲错了 所以堕五百事胡生 那么今天 我想要请 百丈禅师呢 就请禅师呢 告诉我我哪里错 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好 百丈说 那你问我 于是这个老人就问说 大修行人 还落英国也无 以前五百事 以前人家问他的 他在问百丈 百丈回答就叫 不媚英国 媚就是 错乱的意思啊 就是说 一个开悟 一个明心见性的 一个大修行者的话呢 他 他也受英国的限制 他不媚英国 也就是说 他不媚英国 就是他仍然符合 英国的法则 各位懂我意思了吗 哦 这个老人 开悟 他说 谢谢啊 就跟他鼎鼎说 我因为受到你的指点了 所以我就拖了野狐身 我要转世去投胎了 不过呢 希望 给我呢 用出家人的 这个 埋葬 后来 百丈第二天就 就找 他的徒弟呢 去到山里面去 找到这个野狐狸呢 给他念经 给他埋葬起来 这就叫做野狐蝉的来源 就是这个地方 叫野狐蝉 这个野狐蝉就说明 这个老人啊 这个狐狸精呢 他以前的时候 乌白共乱说 黑白讲 就叫野狐蝉了 听懂意思吗 野狐蝉就是这个意思啊 他讲的是 胡说的 讲错的 他就叫野狐蝉嘛 那么 我们从这个 白杖跟这个野狐蝉 狐蝉精的 这个对话 我们就知道 就是说呢 即使是大修行人 他也不媚英国 都是英国法则的限制 那么 我要多讲几句啊 就是说 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的话呢 要牢牢地记住 百丈蝉 这个野狐蝉这个故事 所以有的人的话呢 他可以说 行与欲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你们听过这些道理 有没有啊 我请各位 落不落英国啊 有没有英国 当然有英国嘛 所以呢 我们大家的话呢 一定 不要受到一些 邪之邪见的蛊惑 即使是大修行人 也不媚英国 要记住 好 我们最后 第五章结论呢 结论呢 我们讲两点 第一个 就是忏悔的本质啊 与三页界定会相应 第二个就是讲到 中国佛教的 三类的忏悔的方法 这个忏悔的本质啊 以三页界定会相应 这个在前面呢 我们出现过 这一段经文 我们再来 把这一段再讲一下 这一段呢 有两个经典出现过 一个是大波涅槃经 一个是菩萨戒经 我们看这一段 狮子吼言 何等人能转地狱 报 现实情受善难之 若有修习 生戒心慧 如先所说 能观诸法 同如虚空 不见智慧 不见智者 不见愚痴 不见愚者 不见修习 修习者 世民智者 如是之人 能修习生戒心慧 世人能令地狱 国报 现实情受 世人涉作 集中而也 世卫观察 能令轻微 在这里面呢 这个修习生啊 这个就是属于 十善五戒的部分 五戒十善 那么就是修习 我们的身 就能够使我们呢 不堕入这个 三途二业 十善五戒 不落入三途二业 那么修习这个 戒心慧啊 就是将我们的修习 这个三业的这个立场呢 在与佛法的戒定慧结合 心就是定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达成了这个什么呢 忏悔 就是把恶业转轻的一个力量 我们再看下面的 这是优伯赛戒经讲的 若有修生 修戒修心修慧呢 定之善恶 当有果报 使人能转众业为轻 轻者不受 若遭福田欲善之事 修道修善 世人能转后世重罪 现世轻受 善男子 智者若能修生修戒 修心修慧 世人能坏极重之业 如阿且妥及除毒堡 破坏恶毒 所以啊 这两段经文呢 就告诉我们呢 这个忏悔的思想 其实它是和 我们的戒定慧三学 是结合的 在这里面呢 我们之前也跟各位讲过 做法忏与戒律结合 取向忏跟修禅定结合 无声忏跟修智慧结合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讲过 所以呢 从佛法的戒定慧三学的立场 这就是忏悔的本质 这就是忏悔的本质 好 我们来看呢 下面呢 中国忏悔的方法 这个还是回到我们所讲的 这个做法忏 取向忏 跟无声忏的部分 声闻尘做法忏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在僧团里面比较多 比较多 当然居士也可以 也可以呢 来向佛前 向僧众来求忏悔 也可以 那么大乘的做法呢 就是取向呢 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呢 是结合取向忏跟无声忏的精神呢 根据他里的思想 干什么呢 相应于佛菩萨的功德 法性的功德 三宝的功德 那么 祖师们呢 依据这些理论 依据经典的思想呢 把它做成了很多的忏仪 像梁黄宝灿啦 三昧水灿啦 钥匙灿 大碑灿 地藏灿 金刚灿 宴口 水度法会等等的 很多很多的仪轨 加上中国的这些 文人的话 写上很美的这个词句 这个回向啦 Follow啦 种种赞美佛菩萨的功德啦 这些文句呢 跟经文结合成了 很美的文字 很优美的文字 然后呢 配合中国的音乐 把这个灿仪呢 用文学 用音乐 用仪式 跟整个思想结合起来 所以中国的灿仪啊 是一个 非常丰富的 一个宝藏 那么这里面呢 它的核心的思想 就是属于 做法灿 取向灿 跟无声灿 刚刚讲的呢 就是大臣的做法 其实它是从取向 跟无声结合起来的 另外我们讲 一般的灿仪啊 是属于 这个修福 消灾 超贱的 我们一般 所说的 就是属于这一类 那么其实另外就是 往生净土呢 在中国的净土的祖师 也有做一些 净土的灿仪 净土的忏悔的仪式呢 其实他们是为了要 消除现实的恶业 回向往生净土的 这一个力量 所以这也是一种 忏悔的仪式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种叫做 法华三昧灿仪啊 它是属于无声灿的 这一部分 法华三昧灿仪呢 是天台志尔大师 赞然大师 他们做的 那么这个灿仪呢 它的本质是水无声 就是忏悔 用一切法不生的思想 来忏悔 来观想 那么可是它前面 附带的一些供养啦 一些这些仪式呢 它是属于 取向的一种仪式 取向的仪式 所以呢 这个法华三昧灿仪啊 好像你们这边有讲过 是不是 那么法华三昧灿仪的话呢 它是以无声灿为主体 附带的大臣的取向灿 所以它是属于无声灿的一部分 法华灿属于无声灿的一部分 那么最彻底的无声灿呢 就是禅宗 禅宗的话呢 就是观心 无心 就是禅宗 就是最彻底的无声灿 打禅七就是最彻底的无声灿 可是呢 打禅七 不讲说无声灿 它就是禅 就是明心见性 其实呢 禅是最彻底最根本的 无声灿的本质 我们说 中国的佛教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这边怎么样 台湾的 家家道场 都拜梁皇 都拜三昧水灿 马来西亚也拜梁皇吧 那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中国的燦仪 是祖师们呢 还有结合了一些音乐的 结合一些文学家 做了一个非常美的 音乐文字都非常美的一个仪式 让我们后人的话 根据这样的仪式呢 我们就这样子唱 这样子的念 这样子的礼拜 随着这个 燦仪的文字的我们呢 这样子念诵 我们的心 随着文字的思维走一遍 就像我前一天就讲到 就启动了这个所谓的 佛法的机制 启动了大乘空性 遍复一切法界的这个机制 达成了忏悔的功能 当然了 当然了 就是懂得忏悔理论的 懂得忏疑的流程 思想结构的呢 当然产生的效果比较大 如果懵懂不懂的呢 也有效果 也有效果 跟我们诵经一样 其实诵经 诵金刚经 诵法华经 它也能够达成 消灾 免难 增长智慧的 这个功德 那么其实我们说的 所有的燦仪 它都是根据大乘的 经典的经义 由祖师 结合了音乐 结合了一些文学家的 美的这个词句 把它做出来的 所以这些参与的本质 还是大乘的经典 有一个佛教 一个人呢 他领了政府的文书 要过江 过长江呢 到对岸去 一个县 去复任当县长 他上了船 从渡口上了船以后 船已经开了一半了 结果突然后面来 两个警察 就是一个官差呢 哎 等等等等 为什么 因为再不上船 今天晚上 就要在 河这边过夜了 又要花钱 又耽误时间 那那个船夫就说 我已经划一半 我又划回去 反正我也赚不到你钱 那这个官员呢 他就很善良 那你回去 我多付你点钱 因为他多跑一趟嘛 对不对啊 船到一半了 再回去 再靠岸 把这两个人接上去 不是多跑一趟吗 耽误时间嘛 对不对 那可是 他说我多给你钱 那他就 这个船夫就愿意 就划回去了 就靠岸 靠了码头 就把那两个棺材呢 接上了以后呢 就划到对岸去了 这个人就下船 下船以后呢 奇怪 这两个人 怎么跟着我后面 屁股不走 这不是要抢我的 他就回头 就看两个人 他就问说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吗 他也怕是强盗啊 他说啊 他说我实不相瞒啊 他说我们两个不是人 我们两个是鬼 我们两个是 阎罗王派来的猜疑啊 明天早上九点钟 要拿你的命 吓了一跳 他说可是你很善良 我们在渡口呢 本来过不来 你这个善良的话呢 花点钱呢 把我们渡过来了 所以我们呢 给你报这个讯息 明天呢 后天呢 还是明天 反正过两天呢 就后天早上要去 去你的官府呢 把你拘留到阎网那边去 他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只有一条 后天早上九点呢 明天你还有一天的时间 你只要赶在 后天早上九点呢 能够送三千遍的金刚经 你就可以免除这一难 他说谢谢谢谢 我赶回去 他就赶快到了雅府以后 把这个官书一递上以后 升堂 把这个部下全部找来 把寺院的经典全部找来 把出家人呢 还有可以找来的经典 全部找来 赶快大家帮忙送金刚经 这个是 他是仙太爷啊 对不对 大家要买账啊 对不对啊 这个政府 这个寺院出家要买账 所以找了几百个人 都帮忙送金刚经 到了第二天呢 三千多遍送好了 于是呢 他就在家里面等 晚上的时候 那个两个小鬼来了 他说 爷 怎么不是你们两个 他说是啊 因为昨天那两个的话呢 泄露天机 别人让我打了五十八百 关在里面 他说 你虽然免除了一死 可是还是要带你去 消案 因为呢 你的命到了带你去 可是因为你三千遍 送我好以后 再送你回来 他在路上就碰到 那两个鬼呢 被打了哀哀叫 被关在那个地方 后面呢 我们就不用讲 就说呢 诵经 这个在藏经里面的 这种因果故事 诵经的福报的功德 果报的记录的不可胜数 我刚刚讲过 这个灿仪啊 就是祖师根据大臣经典 所重新制作的一套 非常精美 非常好的一套仪式 它的本质就是大臣的经典 我也早上讲过了 大臣经典为什么有这些功德呢 就是因为他含运了辩法界 普及法界 一切法的一个机制 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就是启动了这样子的机制 因为忏悔的仪式 它是本质就是大臣的经典 所以我们在根据忏仪的流程 送 畅念 拜的时候 我们自然启动了这样子的 忏悔的机制 而达成了扶增 最消的作用 好 今天我们四节课 这个忏悔西意 就到这边圆满 我的预定的进度 圆满达成 我一直担心怕讲不完 不过呢 因为后面的凉黄宝餐比较多 而且是主要的部分呢 我怕到时候时间太少 这个凉黄宝餐讲不完 这样子看起来还好 今天可能呢 稍微速度快了一点 不过呢 请大家多包含 我们这几个到这边下课 我怕到这边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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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到点下课 我怕到这边再相遇 像是有心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